疫苗抵台一星期 检验封肩火速进行 剩下最后一关 时辰规划这个月开始为医事人员接种 六月就开放到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到了九月期待让所有供费对象完成施打 合约院所也会随着阶段 从一百多家开放到一千五百家 目前所规划目标 那当然还是要跟着相关的疫苗 它的一个到台湾的一个时间 然后做相关的一个需要的修正 国产疫苗也力拼七月 紧急授权加入战线 但也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就是没有跟国际接轨 那些打了国产疫苗的民众 他们可以拿得到疫苗护照 可以出得了国吗 就怕国际不承认效力 目前市面上开打疫苗 都是完成二期临床 三期进行时提供授权 但国产打算二期有一定数据 就紧急授权 三期能否实施有困难 安全性有效性 是否有疑虑 加强二期临床管理 期盼非常时期 能补足安全性 大约新闻学生 印尼特别报道 你い لل muchísimo 在宣传高 的都安装 投资 到辩国